恨事 臣董好 臣董吩咐 这次务必劝大小姐 回义豪集团 立刻出发 张总 这是我们骑士的策划 您看一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 您尽管告诉我们 我们全力配合 我今天没空 张总 今天是我们最后期限了 您看您要不 让您捆 没听见吗 一会一毫集团的陈总要来 少在这儿丢人现眼 一毫集团 你不会连一毫集团都不知道吧 那可是事实千亿的 大厦首富集团 董事长沈一毫 全水滔天 把旗下那个副总陈浩 多敢狠利 再商计 只要他们开口 没人敢说不 老陈娜 瞧瞧 你瞧瞧 这些就是咱们给 晴晴大宝贝 搭下来的江山呢 可就是两个喜欢傻豆的小老头吗 说得这么夸张 吓傻了吧 我们跟陈总谈的 那都是分分钟 几十个亿的大项目 像你们这破公司小项目 也配浪费我们长总时间 赶紧过来 张总 我知道您忙 但这个不会耽误您太多时间的 这个策划案 我报您满意 我说你有完没完啊 你这干嘛 会去 来来来来 你们俩把他给我轰走 住手 你们好大的胆子 陈总 让您见笑话了 还不把这闹事的女人赶走 等等 你们知道这位是谁吗 她不就是个跑业务的骚狐狸吗 大小姐 你没事吧 啊 啊 什么大小姐啊 这是一豪集团的大小姐 沈董唯一的独女 今天大小姐在万安集团受了委屈 张总 这事您看怎么处理呢 还不赶紧给大小姐下跪道歉 算了陈叔 咱们也不搞封建礼教那一趟 大小姐宽宽大量 小的一定感恩戴德 感恩戴德就不必了 不过 吃个合同咱们能聊聊吗 不用聊不用聊 马上自己 陈叔 今天谢谢你啊 我这边没什么事了 你要不去帮你的 历经审事 恭请大小姐回家 恭迎大小姐回家 恭迎大小姐回家 不是 你们快起来 我是不会回去的 大小姐 您跟沈董欧落三年的气 也该消了吧 到底是谁在欧气啊 当初是谁说的 你要是嫁给齐四豪那个穷小子 你就滚出沈家 一辈子别回来 您是老爷子唯一的掌上明珠 那沈董当年说的 那不都是气话吗 您离家这三年的 沈董是茶不思饭不想 现在都已经病倒了 就盼着大小姐回去呢 什么 爸爸病了 陈叔 你又骗我 一毫的沈董要是病了 那不得举过戒指啊 大小姐 沈董她太思念你了 陈叔 不是我故意跟爸爸欧气 只是当年车祸 是四行不顾危险救了我 你醒了 是你救了我 谢谢你啊 四行心地善良 爸爸因为他家境贫寒 不同意我们的婚事 我离家这三年 四行对我真的很好 我也很喜欢 这种平凡的夫妻生活 对您好 对您好他让您出来跑业务 您是精尊玉贵的大小姐 只要是让董事长知道了 她得心疼成什么样子 我学的就是商务沟通嘛 要学以致用啊 而且跟四行一起打拼 我心里很踏实 我现在真的很好 你回去帮我跟爸爸说一声 好不好 好吧 我这次来海城呢 除了找您之外啊 也是沈董吩咐 给骑士投资五个亿 算作您的部分价格 今天的投资宴呢 我会亲自与他签约 结实啊 他也是海城的新贵 虽然不比我们一毫集团 但您以后啊 不会再吃苦了 替我谢谢爸爸 沈董想要的 就是看着您那能更幸福一些 嗯 等有机会 我会和四行一起回去看他的 我得先回公司了 回见 卢总 我找到沈家大小姐了 卢总 我找到沈家大小姐了 在哪儿 人在海城 可是 他已经结婚了 结婚了 被专机 我要去海城 你要去见沈大小姐 三年前是他离家出走 毁婚在先 闹得沈露两家都很难看 更何况 他已经结婚了 您再去还有什么意义啊 前几离家三年 我 就想替沈伯父去看看 他过得怎么样 我算看出来了 沈小姐喜欢吃奶片 您也天天吃 沈小姐喜欢毛笔字 您也天天练 我可提醒您啊 今天晚上可是有很重要的董事会 不重要 我就想看看这个男的有多优秀 能让晴晴淘了我的魂 什么 你是说一毫集团把五个月投资 那边给我们骑士了 好好好 我一定准时出席晚上的投资宴 悠悠 你说给我的惊喜 就是一毫给骑士的五个月投资 哦 是啊 我爸是一毫集团 海城分公司的总经理 就是陈总的亲信 这个投资肯定是他帮你需要的 这不也是为了我吗 果然你才是我的宝贝 遇到你 就是我妻子和莫大的夫妻 怎么 五个月的投资 就这么报答我啊 那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 你这个小妖精 拿下了万安的项目 还有一毫五个亿的投资 丧一点 好 这个时候告诉她身份 她应该不会再觉得自卑了吧 哎 夫人 嗯 齐总吩咐了的 任何人都不能进 我又不是别人 我有两个消息要告诉四航 哎 那也不行 为什么呀 哎 哎 哎 夫人 夫人 这都不能接 居然 啊 啊 你们在干什么 你们在干什么 你怎么进来了 不好意思 齐总 我没拦住 我不是说了 别让任何人进来嘛 你现在就是想跟我说这个 她是谁 这位 是林小姐 沈小姐是吧 你好 我是林悠悠 我父亲是夜豪集团 海城分公司的总经理 你们刚才在干什么 当然是在谈生意了 嗯 孤男寡女锁上门谈生意 齐总 我为了骑士在外面跑了一天 你就这么对我 沈青 你以为公司做到今天 只是因为你跑业务吗 你也未免太高看自己了 不然呢 沈青 我们齐总留你在公司 也就是给你面子 没有你这公司照常运转 真正做决定的可是我们齐总 你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所以我付出了这么多 在你眼里都那么微不足道 这些年 我为了你 为了骑士 我卑躬屈膝 我道书祈求 我甚至 够了沈青 你竟然还尽尽计较这些 你的思想 你的见识 已经配不上现在的我了 签了吧 给彼此有点体面 你 要跟我离婚 思航 这条领带 是你上次忘在我这儿了 我特意领你带过来的 所以 她才是你跟我离婚的原因 所以 她才是你跟我离婚的原因 是又怎样 所以在我为了你四处奔波的时候 你就是跟这个贱人搞在一起 毕族管理 悠悠可是林总千妻 岂是你能出言侮辱的 你还是赶紧签字吧 也就是我们齐总心事 为了补偿你呀 还给你准备了五十万 这五十万对你这种人来说 可是一大笔钱哪 我不行 沈青 你就别逞强了 你被我棋子和扫地出门 颜面尽失 这点钱 就当做是给你的补偿了 我先走 离婚是吧 好 我希望你不要后悔 就凭你呀 也想让我们齐总后悔 林小姐可是林总的千金 跟我们齐总那是狼才配女吗 至于你嘛 离开其事 那就是没人要的弃父 沈青 有时候出身是决定一切的 像你这种人 被司衡受留了三年 已是天大的福分 你不要不知恩 再拖累他了 我拖累他 要不是我 齐总怎么会拿到投资 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 司衡和易豪的合作 是你促成的 没错 你怎么不说自己 是神首富的千金哪 谁都知道 齐总拿下这个项目 一是我们齐总厉害 二是林小姐牵线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林小姐 她算什么东西 怎么配拿到项目 闭嘴吧你 又是什么身份 岂是你们出言不逊的 吴七嫂 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 看上你这个小人呢 签字 打卡 滚 你这点钱 我还看不上呢 这巴掌 它断了你我之间的恩情 你们齐家欠我的 我都会悉数讨回 讨回 怎么讨 跪下来求我们吗 今晚投资宴上 我就要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回不当初 神情 你离开了司衡 就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乞丐 还想去议豪的投资宴 到时候别被打断双腿赶出来 流落街头了 我不仅能进去 还能毁了给你们骑士的投资 就凭你 神情 你疯了吧 我的时间很宝贵 没口跟你下白车 快 签了 我还感觉要去投资宴 今晚投资宴上 就算你们跪下求我 我都不会心软 我求你 我秦司衡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跟你结婚 就凭你还想让司衡跪下来 你要是真的这么厉害的话 今天晚上 我也跪下来跟你磕头啊 好 记住你们说的话 我欠 好 你 是不是 你 我 陈叔 我想好了 我要回家 太好了 我现在就派人来接你和孤雁 不急 安排一下 我要参加今晚的头子宴 以沈家大小姐的身份 七四合 今晚我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一无所有 大小姐 陈总晚点才到 我先陪您进去 姐 你们家司衡可真是出息了 竟用了三年 就把公司搞得有声有色的 如今又拿到了 叶侯集团的投资 飞黄彭达 竟在眼前呢 那是当然 也不看看是谁养的儿子 司衡也真是争气 要我说呀 他先前 就是被沈晴那个贱人 给耽误了 谁说不是呢 那个小贱人 没有半定忘夫想 也就是我儿子心意而好 收留他 还说他 有能力 有助于事业 不配 那谁家的儿媳妇 既不伺候婆婆 也不伺候老公 那成天在外面东奔西跑的 幸好司衡当断则断 把这婚离了 一想到 再也不用见到 那个晦气的玩意儿 我这心里啊 就舒坦 你看 那个贱女人 怎么还敢来呢 看我不弄死 站住 你要当赖皮狗 也得看场合呀 这地方 是你能来的吗 这可是一毫集团 举办的投资业 不是你这种穷酸货 可以沾染的 还不赶紧滚 你走 放手 谁准你们这么跟小姐说话的 你怎么跟打人呢 好啊你个小贱人 刚被我儿子抛起 就立马绑上个小白脸 可真不要脸呢你 你长得张嘴就是用来乱说话的吗 我说错了吗 你个不要脸的贱人 早就和这个奸夫勾搭上了吧 暗地 不知道给齐思恒戴了多少绿帽子 我可没你想的那么龌龊 这三年在齐家 我对齐思恒对你 我的问心无愧 是吗 这三年 你穿的用的 那一样不是齐家给的 要不是拿了我儿子的钱 你买得起这礼服 还有这首饰吗 我花的都是自己的钱 齐思恒那个婚内出轨渣男的钱 我先走 你自己道德败坏 还诬陷我儿子 这些都是我们齐家 你给我还回来 你 你怎么打人呢 我对你已经仁至义尽了 是你一直得分禁止 把他给我拖下去 打一百个巴掌 让他知道什么是祸从口出 是 神经 你还打我 我儿子不会放过你的 恭喜齐总 恭喜 这边行 祝贺齐总啊 祝贺齐总 谢谢 你怎么进来的 我看呢 他就是打着你的命号才混进来的 还穿成这个样子 这地方 不是你这种人配进来的 滚出去 我要是不在的话 怎么能看到你一无所有 跪在地上痛哭流涕地求我 那怕是要让你失望了 今天一毫集团的陈总 亲自过来跟我签约 投资了我价值五个亿的产业 我亲自行将是海城最厉害的新贵 我们间的距离将会越来越大 你我之间的距离确实很大 不过像你这样的人 怎么配得到一毫集团的投资 有我在 休想 就凭你 还能阻止四横拿到投资 你以为你是谁啊 一毫集团的千金大小姐吗 你这么无理取纳 怪不得四横哥哥 要跟你离婚呢 深情 我最后再给你留点颜面 请你 滚出去 我不需要你的脸面 四横 四横不好了 你妈被人打了 就是她 就是这个贱女人 给 儿子 深情那臭婊子 居然让人 打我给你一马 你 你现在还好吗 哎呀 我现在浑身都疼 伤得可重了 你可千万不能放过她 你一定要帮我 出这口恶气 这个贱女人 气人太深 你不能放过她 是吗 你打算怎么不放过我 深情 我原本以为你只是穷孙 原来你这么刻薄无耻 我也没想到你是个是非不分 悖性弃义的小人 我懒得跟你废话 你现在就是我妈那磕头认错 否则我绝对不会饶了你 好 我倒是想知道 你怎么不饶过我 发生什么事了 哎 大家来得正好 这事 我今天非说不可了 这个贱女人 勾搭野男人 被我姐看见了 我姐 就是教育了她几句 她竟然动手 把我姐给打住院了 还有这种事 还不赶你道歉 我没错 我为什么要道歉 该道歉的明明是他们 你勾搭野男人 伤疯败俗 还勾搭奖辈 不知悔改 没见过你这么厚颜无耻的女人 深情 你不嫌丢人吗 现在马上就磕头道歉 想让我道歉 你还不够格呢 你 你这个女人 齐总是一号集团 投资五个亿的新贵 她不够格 加我一个 我是一号集团 投资三个亿的新海客运 旗下的运输遍布全国 足够让你跪下来道歉了吧 不够 新海客运不够 加上我广运通讯 我拿到一号集团投资一年 将工资规模扩大数百倍 我现在够不够格 让你滚出去 你倒是还有点本事 但是依旧不够 你 深情 这位在海城 都是权势滔天的人 除了高高在上的陈总 没有人敢得罪他们 你是想找死吗 今天 就算是陈昊亲自站在这里 他也不敢对我如此无礼 你竟然敢直呼陈总大名 为何不敢 你可知陈总是什么人 今天这场宴会 是一好集团召开的 陈总会亲自来 你这样无礼就不怕吗 我又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我为何要怕 口出狂言 这场宴会来的 皆是男生想当当的大人物 你以为你是林小姐 这种前妻小姐 你不过一个气负 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 陈昊 给你五分钟 晚来一秒 从一毫除名 深情 你有完没完 你以为打个电话 我就会信你 你什么身份来历 我清清楚楚 你这女人 得罪陈总 就是自询死路 还不赶紧跪下道歉 我说了 让我道歉 你们几个还不够格呢 行 我本来念及夫妻行义 想要饶你一次 你屡次肆意妄为 以下犯上 是执意想找死是吧 好啊 我成全 来人 给我把他拿下 住手 你来干什么 自然是来见我久别重逢的未婚妻啊 陆总 我现在可没心思跟你开玩笑 怎么 逃了我的婚 就是还受欺负他 你们刚才谁欺负沈青 自己站出来 你是谁啊 你不认识我 这位是景耀集团 总裁 你就是那个主攻国际市场 天气清新 就几身福布斯全球榜 前十的亿万总裁 陆锦诚 景耀集团的商务往来 一向不涉及男神 不知道陆总今夜 为何亲临海城了 我 想来就来 怎么 我的行程还需要向你会吧 那不敢 那不敢 既然不敢 现在你能跪下来 给沈青道个歉了吗 陆总 你什么意思 难道说让我们 给这个贱人下跪 放肆 敢侮辱沈大小姐 跪下 陆总 我们也都是南省有桃有脸的人物 你让我们给这个贱人下跪 未必太可笑了吧 我真是给你们找一条胸路 否则陈昊来了 你们怎么自己都不知道 陆总 你的意思是 他真的有别的身份 不可能 我们结婚三年 从没见过他有亲与往来 除了跑夜舞一无是处 怎么可能有其他身份 没错 他说自己是陆总 你们就信哪 沈青就是个没见识的穷酸货 被司恒收留以后 才有了积身之地 他上哪儿去认识 景耀的总裁呀 景耀的陆总 一向神秘 即便有人暴认 我们也难辨真假呀 对呀 要我说呀 他就是沈青花钱雇来的小白脸 怎么办 他们说我是你的小白脸 说话就说话 别理这么亲 沈青 我真没想到你这么下贱 偷男人都偷到我面前来了 难怪我妈要打你 偷 我们已经离婚了 就算我找了别人 也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听到了吗 他自己承认了 果然是个水星洋花的大 我劝你嘴巴放干净点 够了沈青 你不就是既和我给你离婚 借机报复 伤我母亲 还想搅乱投资业吗 齐四豪 事到如今 你还没有觉得自己错了是吗 我是一毫清点的投资人 我有什么错 我这辈子唯一的错 就是不应该当初心软 取了这个一无是出的贱人 白白浪费我的时间 怎么办 别动了 你敢打我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把这个贱人和他拼头一起抓起来 敌方 陪他们玩玩 这 真的 你的人 还挺厉害的吗 是我调教的好 你们两个眼 太小张了 齐四豪 我说过 今天让你跪下来求我 这才只是刚刚开始 沈青鸥 你被四豪抛弃 喜欢约恨你就算了 可你也不该一点脸也不要啊 这谁啊 常文那么重 闭嘴 这可是一毫临走的千金 一毫还有临走啊 没听过 你 沈青鸥 你打掌辈本就错了 下归道歉本是应该 四豪已经退让至此 你竟然还如此不知好歹 就你也配说我不知好歹 悠悠 你可 是 不知死 金城 我不知死活 这个就是给骑士的五亿合同吧 你要干什么 他干嘛 这可是五个亿啊 他们合同了 沈青 你发什么疯 这是很重要的文件呢 他怎么敢呢 这可是一毫集团的合同啊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别干了 这可是一毫集团的合同 陈总 陈总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动怒 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被牵连的 完了完了 都毁了 他竟然真的敢死 你贱人 让你出身卑微 考协将你赶尽杀局 少计你为我签约 就别怪我无情 今夜就是你的死期 得罪一毫集团者 人人得而出之 来人 你都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 戒然拉出去 拖倒将你未愿 狼呀 你们 看来齐总你的人 也不是很听话 沈青 你别以为这样 我就奈何不了你 各位 沈青这个穷孙气腹 毁了一毫的投资业 我以一毫集团清点的 投资对象的来 号召南省全部的企业 联合封杀 这个贱人 得罪了一毫集团 就是统合了南省的天 只有封杀他 才能平息一毫的怒 我广怨同学 愿与骑士 一起封杀他 没错 封杀他 真是太过分了 让这个沈青 滚出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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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青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含有力 业务能力很强 啊 今夜之后 海上所有的企业 几千余家公司 没有人敢用你 这就是你的手段 齐四航 现在的人 可真像个跳梁小丑啊 你还嘴硬 沈青 你别以为你的小白脸 带个打手 就可以为所 这里是商界 像你们这种没根没底的 你腿子 这辈子都别想翻身 谁说我没根没底的 你有什么根底 你谈也无认识那些人 能跟在场的各位比 在场的各位 哪个不是海城商界的小丑 除了一毫集团 无人能凌驾其之上 你 你有什么资格叫嚣啊 我就是一毫集团的大小姐 递经沈家的独生女 你说我有没有自责 你这个气候 疯了吧 还沈家大小姐 那位可是滔天的权势 难省文艺的真钱金 你呢 配吗 你一个父母不祥的孤儿 还想冒充沈大小姐 配 你给沈家提鞋都不配 沈青 你的无知无耻 真让我大开眼睛 你要是沈家千金 那我还是大下首富的 你 还得叫我一声爹呢 齐子侯 你真让我恶心 沈青 你不仅撕毁合同 还冒充大小姐 如此得罪一毫集团 总是让你都算轻巧 罗子 方总 你们说呢 对 你这个气候 今天 我们要是让你从这里走出去 那便是有副一毫的栽培 那你想怎么样 得罪一毫者 只有一条 那就是黄泉路 是啊 是吗 今天 我都要看看 谁敢要我一名 陈总啊 前面临时封路 我们 大小姐只给我们五分钟的时间 晚到一秒都无法交代 绕过去 是 你个贱人 这是陈总的位置 岂是一个欺负可作的 即便是陈昊来了 我要战 他也未必敢做 岂有此理 我看你死人 一剑棺材不落泪 海城罗家何在 是 海城罗家 在 广城罗家 北城 何在 你将这个贱人抓起来 打死为止 你制度得最一毫的下场 我劝你不要多管解释 否则你架上 这会差一点 好 那你千万不要多管解释 不管发生什么 我会一直在那身边 不知死活 住手 我看谁敢 来的真是实话 供应陈总 历灵海城 历灵海城 陈总 您来了 供应陈总 陈总 您终于来了 那个贱人 不光打我妈 还真如鱼我 甚至还撕毁了一号集团的合同 我正联合海城重旗 收拾他呢 收拾 他 你是骑士集团的 骑司行对吧 正是 陈总 能得一号集来 是齐家和我这外甥的荣幸 日后齐家腾飞 定不忘陈总提携之恩 嗯 齐家是该腾飞 哎呀陈总 您是知道的 我们司行能力出众 精明能干 而且呀 他已经跟那个贱人划清了界限 今晚的一切 与我们可没有半点关系呢 没错陈总 那个女人不知检点 道德文丧 你想怎么收拾 我都没有意见 表达得很明白 很到位 你们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慎晴 陈总的保镖可都是高手 今天你跟你的拼头死定了 动手 你凌什么大死者啊 让他闭嘴 陈总 齐总可是清点的投资人 闭嘴 陈总这回是真动物啊 沈青和他的拼头死定 都怪这个沈青 把好好的宴会搞得屋檐整齐 这下后来 变累我们所有人了 好了 沈总 是我家放不严 才用着弃腹 借其大脑投资严 此所在乎 这责任我认 可他撕毁何头 明显不把一毫集团 放在眼里啊 您可千万不能放过 这个贱人 滚 大小姐 今天是我办事不列 让您受了委屈 请大小姐恕罪 起来吧 大小姐 她真的是大小姐 陆总 您怎么 今天是你们大小姐的主场 不用在意 是陆总 陆总 请 陈总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呀 那是我们齐家扫地出门的弃腹 怎么可能是沈家大小姐呢 大小姐的身份 还轮不到你来质疑 你们齐家目光短浅有眼无助 若不是大小姐下嫁于你 你们齐家连南省的末流都不算 还哪有今日的风光 既然今日的投资业 也是因为大小姐才内定你们旗帜 否则 你们配吗 倘若她真是沈家大小姐 那我们齐家岂不是 误会陈总 都是误会 今天呀 这小梁靠有点误会 闹了点不愉快 平时俩人恩爱着呢 对吧 四合 误会 齐四航在认识我之前 他一无所有 是我帮他筹措启动资金 也是我帮他拉业务 撑起整个公司 而他呢 他刚要功成名就 却觉得我配不上他 转头就搞上林悠悠 你们觉得这是误会吗 刚才看到两个人如此亲密 我还以为是一对的 没想到婚内出轨这是 发达了就抛击妻子 这不是渣男吗 各位 你们别信她说的 她在撒谎 我说谎 这是你们齐家的传家宝吧 这小三都捂到我面前了 你们还说是工作关系 你是当我瞎吗 你放开我 在你齐四航的眼里 我不过是一个托你后腿的家庭主妇 哪怕我付出再多你也视而不尽 你为了全国 不惜把我逼上绝路 齐四航 你还记得离婚的时候我跟你说过什么 你想干什么 主前说 这是三年以来 大小姐为骑士签下的合作 现在义豪集团出面商谈 让他们的合同终止 永不与骑士合作 从今日起 义豪 封杀骑士 然有为者 与骑士同队 怎么会这样 被一毫封上 整个大小 恐怕就没有她的入神之地了 七下这回算是彻底完了 谁叫她有眼无珠啊 敢欺负沈家大小姐啊 这 这活该呢 齐四航 我跟你说过 让你今晚一无所谓 现在 你信我 这就是你要的结果 你果然是个冷心冷血的贱人 我若真是冷心冷血 你这下场 你现在比一百倍 这不是当年车祸你救了 我早就对你敢去杀权了 清清 我一定会救你的 陆总 老太爷在国外突发心脏病 医生说 老太爷不行了 什么 陆总 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我 玥 пер 晓妮她一直误会了 刚刚都有哪些人 要送我去黄泉路啊 大小姐 刚刚真的是个误会 是啊 我们都被她给骗了 是齐四航这个魂长说 沈大小姐 这是你的讨厌我的前妻 蓄意毁了一毫的投资业 我们才 你们的意思是 怪晴晴没有告诉你们她的身份 你 大小姐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们联合封杀 又当众到我生路 我要只是一个普通人 这也还能有命在 你们这些所谓的上流人士 凭借权势 肆意打压自己 现在过来跟我说这是误会 大小姐 我们知道错了呀 大小姐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求您恕罪啊 刚才齐四横要封杀我的事 你们高抬贵手了吗 大小姐 我愿意奉上全部资产 只求您能放过辛亥科运 大小姐 我也愿意奉上全部资产 只为平息您的怒火呀 大小姐 我也愿意 我也愿意啊 大小姐 教你们那些七零狗岁 也配合到情形面前 那 大小姐的意思是 很简单 你们 自断生路 大小姐 您是真会开玩笑吗 是啊 大小姐 你这么文静 就别开这种 打打杀杀的玩笑了 我可没有开玩笑 刚刚说要封杀我的人 今夜过后 全国封杀 出于你们两个 自己下不去手的话 我不介意帮你们 大小姐 我们知道错了 大小姐 放过我一条生路吧 只要愿意放我一条生路 我做什么都行 大小姐 都怪我 都怪我 行了 吵得我头疼 求是大小姐 放我一条生路吧 既然你们诚心认错 那我就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让汪家 罗家 何家 王家 或者 逐出难舍 让这四大家族的人 永远不许在大厦经商 什么 你 这是你们仗势七人的下场 既然觉得这条生路不妥 那你们大可去选择另外一条 我累了 走吧 我累了 大小姐 你这个蠢货被你害死了 王总 绝对是意外 我 我肯定不会输了 你 就是你 你害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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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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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凭啥也不是 儿子 儿子 你这怎么了 儿子 这怎么了 头子拿到了吗 这怎么回事 你快说话呀 完了 全都完了 你是说 沈晴那个贱人 居然是首付千金 我居然把这破天的富贵 扫地出门了 我就说 这沈晴不简单 一个没身份背景的孤儿 有那么强的业务能力 你们当初要是对他好一些 又不至于这样啊 你闭嘴 要不是你一直说 那个穷酸货 配不上我们骑驾 我怎么会磕待他 你 你 你就是个脚屎棍 你赶快给我滚 我要给你一刀两断 姐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咱们可是亲姐妹 够了 四昂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 如果 我们去求沈晴 他会原谅我们吗 伯母 四昂 你们不会真的以为 那个跑义舞的气负 就是沈大小姐吧 你好 什么意思啊 几分钟前 我刚接到消息 今天晚上沈小姐 要从国外飞回地京 沈董也会亲自去机场 迎接她回家 沈小姐金尊玉贵 怎么可能是沈晴那个贱人 什么 大小姐 沈董得知您愿意归家后 非常满意 非常开心 只是 只是什么 三年前您李家出走 还去了陆总的婚约 陆家对此啊 非常不满 沈董担心 陆家得知您在海城 会来找您麻烦 所以啊 先顿外宣称 说是小姐刚从国外回地 接我 还亲自前往机场 接一秒 混淆失听 可 可爸爸也没想到 当年被我逃婚的当事人 已经找上门来呢 我刚才看陆总 还挺维护大小姐的 你说她这次过来 不会是翻旧账吧 谁知道呢 外界传闻陆锦诚 手段狠毒 性格乖章 说不定是来报复您的 谁要报复您啊 能让沈董亲自去机场接的 除了沈小喜还能有谁 所以这个消息不可能有假 哎 你要说沈青胆大包天 冒充沈大小姐我信 可今晚一毫的陈总亲礼 为她撑腰 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姨妈你忘了吗 当初是我父亲 跟陈总介绍死后的 也是我父亲 请陈总过来的呀 那她为什么临时变化 帮沈青那个贱人 你们还记得沈青带过来的 那个男人吗 陈总的夫人姓陆 是海城的小卒 那个男人 应该跟陈总有姻亲关系 你是说 那个陈昊 为了帮自家的穷亲戚 就陪沈青一起作息 撕了我儿子的合同 还当众诋毁我儿子 没错 这个神情竟然如此下作 相方设法地要毁了我 四豪 你也不要太生气了 他们以为攀上了陈总 就可以毁掉骑士 简直是异想天开 你还有办法 五日后 是纪如海纪老爷子的八十大寿 我父亲和纪家有些交情 已经拿到了寿宴的邀请函 你是说 帝京豪门 纪家引退的那个老爷子 纪家布光在南省去做清楚 他女婿 可是帝京陆家上一任的掌权场 那都是顶级的权贵 没错 纪老爷子身份极高 就算是沈董 也要给他几分博命 今天晚上 沈青假冒沈大小姐 那个小白脸假冒纪老爷子的轻外損 我们只要在寿宴上 跟纪老爷子揭发此事 到时候不仅是沈青 就连那个陈昊 也难逃义豪集团的青涩 沈青啊 今日之辱 定当百倍奉还 你就等着死吧 你上来干什么 我只身一个人 来到海城 无依无亢 无家可归 你 不负责 你想让我怎么负责 这么好说啊 今天你帮了我 还被误会 我欠你一个人情 只是为了还人情吗 什么 我这次来海城 也不单单是为了你 我外公常住海城 五天之后是他的寿臣 你和我一起拜寿吧 你外公的寿臣 我一个外人去 不太好吧 大小姐 其实沈总让你暂留海城呢 也是想让你带他呢 给季老爷子 合寿 真的 对啊 您看您现在这个身份 也不宜公开 陆总前往呢 也会少一些麻烦 那好吧 请请 这次我不会让你跑掉了 干嘛去 什么 不是人在寿宴吗 都是自家 怎么能让人走普通的宾客 走家属的 这是季下的手 受邀的都是真正的群鬼 神情那个骗子怎么可能了 定是我错 四鸿 你在干什么呢 哦 没什么 四鸿 你也别太忧心了 我们收到了季家的特邀 你又准备了季老爷子 新一一九的首串作为鹤礼 定能躺他的欢心 之后在南省也有了倚仗 悠悠 你见识多 家是广 有你做我的鞋那种 我定能飞黄灯塔 我们走吧 嗯 来看 这个 这个 还有这个 都是你爱吃的 老爷子寿宴 怎么都是我喜欢的 当然是我提前准备的 所有都是按照你的口味 你这假公祭司的也太明显了吧 宿宴 宿宴 怎么 老爷子寿宴 你不去帮忙 还在这躲着 都是些硬招 好 我就想和你在一起 嗯 好吧 管家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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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要在这呢 少爷 您难得回来一次 既非孤奶奶等着见您呐 你都说是孤奶奶了 我这有正确 一会儿再看 你来得正好 来 你们少爷腿脚不方便 把他带回去 快 来 夹走 沈晴 居然真的是你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给大药大摆来季家的首颜 这是季家首颜 我为什么不能来 还跟我说 你假冒沈家千金 毁了一毫集团跟骑士的合作 这笔账 我正准备跟你算 我冒冲 齐四航 你是脑子被门夹了还是失忆了 真正的沈家大小姐 人家在帝都呢 跟你沈晴有半毛钱关系 你就这么确定 我有什么好不确定的 我父亲是一毫子骨干 沈董看重的人 你呢 你要这是沈家大小姐 就不至于在季家寿宴 当个服务员 穿得这么扫 又想混进来抱谁呢 嘴这么燥我给你洗洗 沈青 我看你是想找死 齐四航 我今天是来做客的 我不想在姬老爷子寿宴上闹事 劝你借好做寿宴 你还在寿宴 你这种人 我绝对不允许你都在夜会里玷污着 你给我等着 就是你 在我父亲的寿宴闹事 您是 您是 你连沈家三爷都不知道 还敢说自己是来做客的 沈家三爷 那就是陆锦诚的三舅了 你就是 秦总家的悠悠吧 嗯 是谁把你欺负成这个样子的 就是他 季伯父 这个女人借着服务员的身份混进收宴姿势 你可千万不要放过他 沈三爷 别听他们胡说 我是受邀 来给季爷爷助寿的 闭嘴 你以为季三爷是什么人 还能任凭你忽悠 你说你是受邀请人来 可有邀请函 我 早知道就不该听陆锦诚 跟他混进来了 怎么 拿不出来 还说你们是混进来的 季三爷 这个事情吧 我可以解释 你没有邀请函 就来参加寿宴 理由总该带了嘛 确实备了点薄礼 不过还在路上呢 你可真敢说 三爷 这个女人的撒谎成性 第一 他没有邀请函 第二 他没准备礼物 你说他不是来捣乱的 还能是干啥来的 季家的底蕴 整个南省无人不知 只有蠢货 才敢来季家闹事 季三爷 我叫沈秦 我是来带父亲助寿的 令尊师 一毫集团 沈董事长 你是一毫集团的千金 没错 季伯父 你可不要被他骗了 他在胡说八道 三爷 你有所不知 这个女人 就是之前被我离婚的弃妇 她出身悲戒 靠出卖身体了 业务 怎么可能是高高在上的沈大小姐 她惯用谎话招摇撞骗 上次差点把我们俩都给骗了呢 好大的坦克 竟敢冒充沈家大小姐 够缓我父亲的烧烟 季三爷 我没有说谎 好啊 那你说的要是真的谎 礼物呢 没错 沈家大小姐 是豪门千金 最值礼数 怎么可能 不带礼物呢 你就是满口谎 冒充沈大小姐的身份 混吃混喝 搅乱寿宴 季伯父 像这种女人 你若是不给她点教训 她这辈子都不会反省 悠悠说的没错 季三爷 您信她说的话 不然呢 信你这个弃妇的 悠悠是林家的大小姐 林叔是一毫集团 在海城分公司的总经理 跟三爷关系一向很好 你呢 你算什么东西 书业马上就要开始了 季伯父 不要让这个女人 搅了老爷子的好心情 来人 把她给我赶出去 再敢胡说八道 你就给我长嘴 这就是你 得罪我季家的下场 沈青 这都是你自找的 一毫集团行贺礼 公主季老爷子 不如东海 寿比南山 大小姐 我来晚了 城上来吧 这就是我给季老爷子的礼物 考这么大阵仗 没少花钱 我来看看 你送的什么礼物 你与其找这么多人陪你演戏 不如用心送个礼物 这不就是酒吗 这么寒碎 能喝吗 你就送这么个破烂东西 这是故意折辱季老爷子吧 太过分了 今日在场的人 无不用心准备礼物 价格均在百万以上 尚不封顶 你呢 你送了这个 怕不是从哪个土坑里刨出来的吧 这多少钱 这酒是我父亲的珍藏 他的价值 远非钱可以横揽 远非你们想象 沈青啊 你说的大话我差点都信了 还你父亲的珍藏 结婚三年 你闭口不离家里 原来你父亲就是个卖假酒的 就这个酒 十块钱一斤我都嫌贵 这酒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 无价之宝 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非不即贵 你当我们都是傻子任凭你忽悠 我没有说谎 这瓶酒是我父亲年轻的时候 和季老爷子一起酿的 由我父亲保管 如今正好三十年 是两个人忘年交的行义体现 当然是无价之宝的 你父亲 跟季老爷子说忘年交啊 你这个牛皮越吹越大 我可从未听家父说过 和你们这种人有交往 等季老爷子出来便知道 好 还在捉 今天我就来接触你真面子 白衣手串 你这可是好危险 是无量大师亲手制作 你是家父最喜欢的 没错 正是因为季老爷子喜欢 所以我才特意思维这个 此物价格昂贵 难道你真是 三爷 你别信他的鬼话 他这个是假的 真的白衣手串在我这儿 三爷 这一串才是 无量大师亲手做的白衣手串 这是我便寻门路 曾无量大师弟子手中 亲自狗蛋 且仅此一见 便寻门路 却寻到这一线假货 齐思恒 也像你有脸拿出来信任 我的是假货 这个是我好高教的 你这个 花了多少钱 我这个当然 你几斤几粮我不值得 事情 没钱就不要住 继续装下去指挥火灭了你 今天我就是要告诉你 假的就是假的 这辈子你真不能 你别摔了 这多少钱啊 这怎么会 我给摔了呀 齐曹你 什么啊这事 砸了就砸了 砸了是为你好的 那是他老人家出来 看到你送的这些垃圾 给人家气数个好歹 你能负责 你就不怕他老人家 出来知晓一切 承担不起后果吗 他老人家只会感谢我 帮他处理掉这些垃圾 倒是你好好想一想 一会儿怎么道歉求饶 都凑在这里做什么呢 朱祁老爷 福如沐海 寿命南山 福如沐海 寿命南山 福如沐海 出什么事儿了 满脸不高兴 晋老 三爷之所以生气 是因为有人送了假酒 假的白日手串作为贺礼 有意折辱于你 假酒 假白日手串 爸 您这是干嘛呀 这都是垃圾呀 晋老 这垃圾酒我也有毒呢 我这局帮您倒了 都闭嘴 爸 您这干嘛 您快吐了 别吵 这酒 这酒入口丝滑 酒香浓郁 这怎么可能是假酒 这分明是世间真品 真品 爸 您没有开玩笑吧 开什么玩笑 当我是什么人了 这酒我有幸喝过一次 我品尝绝对是正确的 看着这酒瓶 怎么这么眼熟啊 这是我和小沈一同买的那瓶酒 三十年前小沈买了一瓶百年精酿 世间仅此一瓶 他和我一同将它珍藏起来 承诺我八十大寿送给我 我把这件事忘了 难得他还挤在心里 世间仅此一瓶 那 那价值多少 混账 酒是孤品 他承载着我和小沈的忘年交之情 其是金钱价值能衡量的 怎么会这样 小三二 这酒怎么会碎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 是谁将那酒打碎的 老三 你给我说清楚 到底是谁 怎么 今天我是为我出来了吗 爸 都是他 都是他摔毁的 是你 你把这世间仅有的一瓶酒给砸了 我 我不 我不知道啊 你个混账都是 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简直是抱歉天悟 都怪我 老老爷子 都是我不小心 我给您道歉 这个 这是我从 吴兰大师那会买的 他亲手做的白玉手串 这是我给您的贺礼 我把它送给您 您 大人有大量 原谅我 你到底是谁 砸碎我的酒 已经是不可饶恕之罪 又拿假手串来骗我 把我鸡毛当什么了 这 这 假的 这怎么可能是假的 这是我怀疑千万百的 你是说我瞎了眼 连个手串都看不出真假 我 我 我不敢 这是真的 怎么也碎了 这是谁 是谁要毁了我的寿宴 王八蛋 雄心暴胆 竟敢毁 是小姐送的寿礼 破坏我父亲的寿宴 当我们这家都是软身的吗 三爷 三爷 都是误会 误会什么呀 听小三说 这两件礼物都是你送的 你怎么会有这坛酒 姬爷爷您好 我叫沈晴 是沈亿豪 是小沈的女儿 最近家里有点事情 父亲不能亲自来拜售 还请姬爷爷见谅 你是沈家丫头 可是 刚才我女婿给我打电话 她正在和小沈 谈论婚礼的事 那逃婚的丫头 应该是在递经啊 这丢脸的事能当动体 我这是还没坑爹 就被爹坑了 姬爷爷 世界是这样的 姬老 这个贱人 不光冒充沈家前妻 还让她的偏头 冒充您的外孙陆锦诚 她简直不把沈陆季三家 放在眼里啊 冒充警长 齐四航 你倾家荡产版这一假货 来参加寿宴 原来是为了这一出啊 沈晴啊 别以为你帮助了陈昊 就可以无法无天 为所欲为 你要记住 这是海城 是姬老的天下 你打着姬家的旗号招摇撞骗 你就不怕姬老第一个 拿你示威 你就这么确定 我是招摇撞骗了 那当然 你几斤鸡粮 我比谁都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据我所知 沈家千金确实在递境 并不在这里 姬老爷子 我一向敬仰季家 更敬仰陆总 我最看不惯这帮小人 业无二家 更可笑的是 尤其他找的那个小白两 竟然冒充陆总 这更是对二贤的大不敬 岂有此理 你到底是何人 姬伯父 姬爷爷 我没有说谎 到这个时候你还有嘴硬 姬伯父 你莫要生气 你又是何人 姬爷爷 家父是一毫集团 海城分公司总经理 林汤 原来如此 我们林家 一向深受沈董事长的信任 我从家父口中 不止一次听说过 沈大小姐是何等的尊贵 所以 我敢以林家 和家父的声誉保证 此人 绝不是沈家千金 既然悠悠说了 你肯定是个冒牌货 竟然找人冒充几城 还竟敢在我季家的寿宴上 招摇撞骗 我看你是找此 三爷 这个女人不要脸稚齐 岂能抓进处决头 父亲 今天是您的寿宴 本不该动手 但这个女人太不分了 竟然找人冒充几城 还欺骗你 此女不可留 来人 把她给我赶出去 发生什么事啊 我才离开这么一会儿 这么热闹 你还敢出来 今天季老爷子在 你这个冒充陆总的人 出来就是找死 你不就是个小白脸吗 胆子这么大 是吗 你们还认为我是假的陆警长 难道不是吗 你不就是沈晴包养的小白脸啊 你在近家冒充陆总 简直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蛋 瞧你那一身穷酸相 冒充陆总 你配吧 季伯父 这个是冒充陆总的人 他也一并来了 还请您一并处罚 将他们二人 一起拖出去打死 你真的要把我打死了 舅舅 景长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啊景长 到底怎么了 这真的是陆景长 老爷子 您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连我外孙都不认识吗 外公 舅舅 他们两个一直认为 我是假的 所以特地来告状 还想追我于死地呢 不是的 真 真不知道您是陆总 全都是误会 误会 你不是要将我打死吗 我不敢 你们两个大闹外公的寿宴 才是真正的 不把我季家陆家 放在眼里 陆总 是我不好 有眼不失泰山 我该死 你说 要不要饶了他们 是想你 臭小子 你不分七红皂白 不仅打碎了我给爷爷的生日礼物 还对陆总出言不逊 找乱了整个寿宴 你觉得我会饶了你吗 你 我送给爷爷的礼物有势无价 你恶意将其损坏 我索赔五个亿 没问题吧 五亿 杀了我也赔不起啊 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你要是还不上的话 那下半辈子就在监狱见吧 杰爷爷 杰伯父 这二人大闹寿宴 依我看 不如将二人拖出去打死 但是爷爷今天生日 不宜见血 不如再打个半死吧 你赶紧个尽 杰爷爷 杰伯父 是我有眼不失泰山 虽然陆总的身份 还请你们看在我父亲的份上 扰了我们这一次吧 你父亲 你想连他也牵扯进今日之事 我老了 这事啊 就交给江城处理吧 还愣着干什么 没听到晴晴说的话吗 沈青 我不接合适 不就是林涛吗 我都听腻了 沈青 你不能这样对我们 为什么不能 刚才你们口口声声说要打死我 怎么现在轮到自己就不行了呢 脱走吧 是 沈青 走 你会后悔的 是吗 你们还是好好想想那5B的赔款吧 杰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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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错了 景城 他真是沈家的千金啊 是的外公 他就是沈青 杰爷爷 实在是不好意思 让你看笑话了 不禁扰乱了您的寿烟 还打碎了我给您送的礼物 这些倒是不怪你 只是你当初逃婚 让景城丢了脸面 你这是要和景城和好了 不是的 杰爷爷 我和陆总只是普通的朋友玩戏 我与你父亲虽然是至交 但你提前逃婚 将我季家和陆家的脸面 抛至脑后 任性妄为 如今还不想负责 想逼我的寿烟 你也不会放在眼里 我这里不欢迎你 杰爷爷 不是这样的 那是怎么样的 想嫁给景城来弥补吗 外公 你给我闭嘴 抱歉杰爷爷 我无疑让你不开心 杰爷爷 今天是您的生日 以您开心为主 我就先走了 等我下次在登门拜访 到时候一定会给您 给陆家 给景城一个交代 外公 愣着干什么 快追上去啊 啊 什么啊 这漫漫悠悠的 再追不上 我就老了 什么时候 才能抱虫孙子 江还是老的辣 快去啊 这次在追不上 我可没有你这外孙子 谢谢外公 行了 开齐吧 嘿 上赛 从未这么丢了阳光 沈卿 我跟他事不两立 悠悠 那位真的是陆总 沈卿他 不会也是真的沈千金吧 不可能 姬老爷子都说了 沈千金现在人在帝都 他怎么可能是 可是 他送的礼物 不能是假的 送礼的是一毫集团 跟他沈千金有什么关系 他不过是借金贸任罢了 只好能帮他一次 就有可能帮他第二次 可是 你看 他要真的是沈千金的话 怎么可能会中途离场 他肯定是陆锦诚在外面养的秦次 等大眼之堂 所以才会被济老爷子赶出来 这个该死的妾 有用啊 难道我们就看他一直这么嚣张吗 他仗势欺人欺负我也算了 还该对你动手 这绝对不能忍 我倒要看看 沈千金要是知道 被这么一个社会底层冒充的话 会是什么反应 你有办法见到沈千金 今年一号的中年庆 在海城举行 我爸爸已经接到通知承办此业 已经确认的是 沈董事长 会嫌沈千金清理 即使你跟我一起去 沈千金也敢打我 到时候 我第二难生不如死 好 今天白天跑出去就不见任意了 今天白天跑出去就不见任意了 不会真生我气了吧 钱庆 睡了吗 我给你待了夜宵 吃了再睡吧 不然伤胃 钱庆 钱庆 你没事吧 钱庆 服务员 有没有总卡 赶紧打开 你是 我是 我是沈小姐的好朋友 她今天心情不好 怕她出事情 沈小姐三十分钟前就去酒吧了 就在三楼 酒吧 干嘛 干嘛都欺负我了 没人欺负你了 她 清清别哭了 你要真气不过 明天我就让骑士从海上消失 好不好 我是气 我是气我自己 你 当初我为什么瞎了眼 看上齐四豪那个混蛋呢 耽误了我的青春不爽 我的眼角爱意 全部为了狗 别哭了 你放心 明天就没有齐嫁了 要不是嫁给齐四豪 现在上扶不死榜的人就是我 哪里轮得到陆锦诚 我一定要超过陆锦诚 好好好 你肯定会超过我的 真的 你从小就这样争强好胜的 我哪次没让着你啊 我这辈子都会让着呢 回家 我得回家 手感好好啊 哇 这个 луч材 我 我 你怎么在这儿 我不应该在这里吗 昨天晚上你都忘了 昨天晚上 我过去后乱七 把陆先生给睡了吧 对 你昨晚特别主动地报仇 不然我走还脱我的衣服 你还这样 这样 这样这样 打住 你说我脱你衣服 那你就让我脱啊 难道你不会推开的吗 我推得开吗 不是 你什么意思 你说这话是不想对我负责 那 那你要怎么负责 当然是 飞舞衣服 衣服 不看别 灯风和云魂变 你眼界掉起 啊 啊 衣服啊 啊 原来是衣服啊 不认你以为是什么 没什么 啊 没什么 啊 衣服吗 嗯 嗯 你还不走吗 嗯 嗯 清清 我不会像外公那样逼你 但我希望你能考虑一下我 好吗 不要让我等太久 嗯 嗯 大小姐 啊 陆总刚才是从这个房间走出去的吧 啊 是啊 他 过来找我开个早会 真的 那还能有假 不过 直说 你过来 不会就是为了 啊 是这样的 沈董跟陆家已经谈妥了 不再差述你和陆总之间的事 真的 啊 三日后 是一号集团的中年庆 沈董把今年的庆典 定在海城了 并打算呢 将您的回归宴呢 一并举办了 负责筹备的林涛 他得知您在海城 想跟您建议 林涛 林涛是一号集团 在海城分公司的经理 这几年虽无大功吧 但也无过 办事还比较牢靠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 是林涛 是林悠的父亲吧 大小姐 要不然我把她 不用 还是周年庆要紧 既然她办事牢靠的话 签下去先别动她 不过这前面的事也算了 我不想签 沈董通知我立刻回地境 那您这边 我还是先待在海城吧 闹了这么多烦心事 我还没有想好 跟老爷子赔罪的方法呢 要不 陈叔你帮我支个招 你呀 这是海城最高规格的拍卖会 主办方呢 得知你喜欢乳瓷 一大早特意派人 把这个邀请还送过来 您有空的话可以过去看看 哦 顺便给沈董挑了您礼物也不错 还是陈叔您最贴心 那我先走了 四行 我三八八打听清楚了 沈千经极爱乳瓷 今天晚上的拍卖会上 就有一尊乳瓷花瓶 只要我们拿下它 到时候回归宴上 定能讨她开心 再将沈晴和陆锦诚的事情 一一告知 我们可就成大功臣了 到时候 不过能将沈晴才死 还能解开跟一毫都误会 重新拿到五亿投资的话 我七四行 又将是人中龙凤 到时候 你可要好好对我 那肯定 毕竟你是我七四行 唯一认可的老婆 怎么又是这个贱人 他没有和陆总在一起 莫不是 肯定是被抛弃了 看我怎么收拾他 请进 沈晴 站住 怎么 没被季佳人打够 休想挨顿揍啊 沈晴你得意是吗 少宴上 你只不过是见了陆总的事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 陆锦诚 怎么没陪你啊 哦 我知道了 现在整个海城都知道你是个破鞋 借下容不下你 让陆总给你踢了吧 知道怕了呀 知道怕就别惹我 别忘了 你还欠我五个亿呢 你 等一下 你不能进去 就凭你也想拦我呀 是啊 因为我有钱 有些臭钱 就以为可以为所欲为了 是啊 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你不信啊 等着看 今天的拍卖会 来的都是海城上流社会的大人物 就凭你这种骗子 又想张摇撞骗 你们两个 只能把他赶出去 我就给你们五万 美金 你们两个 谁能把他赶出去 我就给你们五万 美金 我最讨厌这种厚颜无耻的骗子 你们谁能出手 把他教育一顿 我就给十万 这就是你和我的差距 神情 这些钱 你不吃不喝不睡 好一辈子的业务都赚不来 但是我就可以千二一举地拿出来 但你的鲜言和面子 狠狠地踩在脚下 要不 你再瞎点 哼 你就只会甩嘴皮子吧 你们两个 还不动手吗 等等 你要是不加的话 那我可就加了 哼 五百万 把他们丢出去 这卡就是你的 五百万 沈青 你可真敢吹啊 你这个被抛弃两次的贱人 跑到这里来装大款 兜里怕是连五百都没有吧 还要大放厥刺 给我打烂他的嘴 这卡你们随便刷 拿张破玩具卡在这装枪做事 今天我倒要看看 谁的嘴会被打烂 来 来 到底是干嘛 是啊 这竟然是百利银行的黑卡 还真是 这位小姐 您刚说的 不会是在开玩笑吧 我沈青从来说一不二 不可能 百利是国内最顶级的银行 这个竟然怎么可能有他们的黑卡 肯定是假的 来我们这儿的都是大人物 我百分百确定这是让真卡 是你们说的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吧 多手吧 过来 你们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沈青 你敢打四号 我告诉你不会放过你的 这一把掌是叫你闭嘴的 你要是心疼他的话 不如跟他一起 小姐 你看他多少下合适 一百下起步吧 别出人命就行 你们别打了 别打了 排卖会要开始了 算你运气好 记住 以后不要得罪有钱人 四号 你没事吧 要不要去医院啊 不要 扶我起来 可是 去排卖会 可是 上次受验 是我说过 这次排卖会里有难得的真品 我必定拿下沈小姐最爱的礼物 不 让一号集团 收拾沈青那个贱人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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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出三十 我就会让你知道 什么叫生不如死 这都开始了 赶紧坐下吧 嗯 我的座 哦 不好意思啊 不要 吃到 赶紧坐下 大厦海城二零二四春季拍卖会 现在开始 接下来是第一件藏品 送代汝瑶极品词花瓶 起价一千万 四豪 这就是选小姐最喜欢的 快点拍下来 好 一千五百万 齐总出价一千五百万 原来她买这个 就是想送给我当礼物 有意思 有没有人加价竞标 两千万 沈青 真是我看上的汝瑶瓷花瓶 你跟我竞拍 什么意思 只要进了这个拍卖会 谁都有资格竞拍 我就是喜欢这个汝瑶瓷花瓶 怎么 不行吗 像他这种人 怎么可能拿得起两千万 不过就是想抬件拔 沈青 就凭你也敢换我的好事 两千五百万 齐总出价 两千五百万 三千万 你付得起吗 那就不关你的事了 你给我等着 三千五百万 四千万 你知道如果付不及钱 你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吗 我既然敢拍 就有这个能力拿出钱来 四千万一次 你还拍不拍了 不拍的话 那这个汝瑶瓷花瓶可就是我的了 快拍啊 四千五百万 七栋出价四千五百万 五千万 这位女士出价五千万 四豪 快点拍啊 你知道我就是五千万了 再多 我也没有了呀 你不是还有骑士吗 那可是我的老本哪 四豪 你要是能讨得沈小姐欢心 飞黄腾达是迟早的事情 区区一个骑士 你还放在眼里 五千万一次 快点拍啊 五千万两次 六千万 六千万一次 六千万两次 六千万 三次 成交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真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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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锦 你不是要跟我抢吗 怎么不敢了 我早就说过 像你这种老爷 还想换我好事 对吗 那还真的是 恭喜了 你现在后悔跟我作对 晚了 是吗 实话告诉你 这个花皮 是沈千金最喜欢的 到时候我会送给她 我会将你做的事情 一一都告知于她 你和你的那个小白脸 死定了 只要最后拿回 一毫集团五个亿的投资 人脉资源都会攀升 必定成为人上人 原本只是想抬价 空掉她的全部身价 没想到 这花皮还是拍了送我的 好 那我就等着看看 你们成为 人上人的那刻 花瓶倒了 我爸已经奉命在此 等候沈大小姐 今天他一定会来 到时候 我将站在人生巅峰 此后 海城所有的人 都将仰视我 今天来的都是 南省其他分部的人 我已经让爸爸 提前封锁了 投资业上的消息 还是你对我 悠悠 这位便是齐总吧 没错 四行 这位是一毫集团 凌晨分公司的李总 这位是一毫集团 新城分公司的王总 这两位都是我父亲的质影 李总 王总 早前就听说过 齐总得到一毫五个亿的投资 还是神董清点 我们可是从来没有见过 神董如此看重谁啊 齐总真是前途无量啊 李总谬赞了 我是个晚辈 还需要您这些前辈 多多提前 你看看 齐总如此年轻 又如此的谦虚 难怪神董 会对他青睐有加呀 他日如过高飞 您可别忘了 提前我等啊 是啊 以后我们就多仰仗你了 好说好说 沈青 你怎么还敢来啊 沈青 我现在有事 没空跟你废话 你还敢这么跟我说话 你不知道今天 是沈千金的回归宴吗 我自己的回归宴 我自己当然清楚 你还真把自己 当沈大小姐 你还要脸 你还想打我 我打你这个骗子又如何 你明知道今天 是沈千金的回归宴 你还敢出现 你是真不把沈家 当回事儿的 我想出现在哪里 是我自己的事情 等不到你来指点 你以为你勾搭上了陆总 陆锦诚就能在 沈家千金面前保下你 是又如何 沈青啊 实话告诉你 今日我能来 是收到了沈千金 亲自给的邀请函 现场这么多人 只有我一个 有如此数仲 沈千金 肯定对我另一样相看 到时候 我会将你跟陆锦诚 勾搭的事儿 如实比报价 你猜 他会不会让你死 想不到 你还这么厉害啊 像我这种天之骄词 肯定会得到 沈千金的重视 为了表示诚意 我还特意给他 准备了礼物 齐总 背的什么礼物啊 宋代极品 乳药丝花瓶 齐总真是用心啊 这丝花瓶真技难寻 价值可是千万有余啊 就算是有钱 也难买得到啊 沈千金若是知道 齐总这么用心的话 一定会更加地 看重齐总啊 沈千金 你看清楚 我能拍下这个花瓶 更能得到 沈千金的赏识 我全靠的是自己的能力 不像你 每天坑蒙拐骗 你要明白 我们已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那我确实不如你 嗯 你终于承认了 哦 你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我确实不如你脸皮 后面 竟然能送这么多垃圾 怎么会是垃圾呢 无价值宝啊这是 太不像话了 你竟然说我送的是垃圾 我说的有错吗 这花瓶看起来明头很明 那也就价值极情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 却是安慰 但对于我沈千来说 她就是个垃圾 我甩了呢 你这女人 敢在沈家宴会上闹事 放肆了 从会见过你这么羞耀的女人 你这是找死啊你 沈千 你毁了我送给沈千金的礼物 你不怕我杀了你吗 你说这么一个垃圾 你就想让一毫集团看中我 让你飞黄腾胆 我看你就是在做梦 你口口声声说我送的是垃圾 你赔得起吗 今天就算是要了你们的命 我也赔得起 神奇了 我看你不仅是骗子 还是脸皮厚的骗子 今天是一毫集团的宴会 你还以为你能继续骗下去 逃过一劫吗 神奇 你信不信我杀了你 你真的敢吗 我又何不敢 到今天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娶了你 跟你结婚三年简直就是我的人生物点 是吗 但就最好真的别后悔 我更后悔的事情就是之前没有杀了你 让你一二再三二三的这么超狂 如今 竟敢这般毁了我的礼物 我之前对你多此留情 现在 你不再会顾及往日情面 我就要让你知道 我现在捏死你 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来人 我来了 你生怕别人不知道你是个下贱的情妇吗 情妇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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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敢当着我的面打我的人 路总 他就是一个身份低位的社会笔层 还是一个被我抛弃的破写 我实在不能理解 你喜欢的什么 在我心目中 晴晴就是独一无二的 我不管他以前和你是什么关系 他现在是我的 而且 我还得谢谢你 谢谢你没有珍惜他 给了我一次机会 素性承担 还挺有担当的 好 你们等着 我可是亲自收到了沈家大小姐的邀请和 受到了一毫集团的重视 你们两个的一切 都会说出去 陆总 你笑什么 我笑你有眼无珠 记住 今日这场宴会上 最尊贵的 是沈情 今日这个晚宴 最尊贵的 只能是沈家千金 他沈情算什么东西啊 事到如今 陆总你还帮着他冒成沈家大小姐 沈情 虽然你勾搭上了路子 但是我知道在你心里还是爱着我 不然你也不会冒着 被一毫集团要命的不危险 来见我 得以跟我说话 沈情 你是不是知道四行今天会被沈千金看中 所以才冒死前来 你不会还爱着齐四行吧 齐四行这种垃圾 我丢了就是丢 倒是你们俩 垃圾分裂在了一起还真是般配 你还敢信口四皇 明慧马上开始了 他到底是千金还是寄负 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 等等 今天非常关键 都给我好好表现 明白了吧 是 是 董事长 你有什么吩咐 哦 大消息已经到了 好好好 我这就去迎接 我这就去迎接 大消息已经到了 赶紧给我去迎接 是 沈青 你毁了四行的礼物 就想这么离开 本来就是送我的 我本来如何 我看你是疯了吧 你以为有陆总护着你 你就可以在一豪的宴会上 这么嚣张 你把一豪集团当成什么了 那你是什么意思 今日 是一豪集团的主场 就算陆总地位再高 也插手不了一豪集团的事情 你毁了沈千金的礼物 就是在打一豪集团的脸 我是不会绕过你的 那你又是什么身份 能代表一豪集团说话 沈青 我和你从出生时就不同 我父亲是叶豪集团 海城分公司总经理 最多沈董事长的看重 在整个海城 可以没有别人 但绝对不能没有我爸 你爸爸这么厉害 他自己知道吗 他当然知道了 实话告诉你吧 他现在就在楼上 迎接沈千金这么重要的事情 也交给我爸处理 在整个海城 这是最大的输入 这就是我爸的地位 我们邻家的地位 你明白了吗 电梯怎么回事啊 搜楼梯 我明白了 你爸被一豪集团看重 连带着你和齐思衡 一起飞黄腾达了 你现在知道害怕了 晚了 在场的各位都知道 沈千金是何等的尊贵 我知道 沈千金啊 可是沈董事长独生女 那是含着金钥匙出生 那叫一个娇贵啊 听说呀 沈董事长早早的就立了遗嘱 一豪集团的所有财产啊 都是沈千金一个人的 没错 沈千金身份之尊贵 是我等只能解养的地步 沈董爱你如此 沈千金怎么可能是你这样的人 有关于沈千金的一切 沈董都格外地看穿了 所以 凭借沈千金这种重要的事情 都交给我爸 可见沈董事长是多么地看着我爸 看着我们邻家 我们邻家 也就不只是飞黄唐达 那么简单的了 莫非 林总还要被踢吧 听说呀 一豪集团总部 恐缺了副总经理的位置 想必啊 沈董事长要安排给林总吧 嗯 这些事 也并非 都是传言 届时 我得到沈大小姐的提醒 林家又承蒙 沈董事长是 我们两个携手 陈总 悠悠 我以后啊 可就全靠你们了 没错 谁敢跟你们作对 就是跟我作对 我饶不了他们 李伯父 王伯父 我们无需跟这种人多废话 像他这种底层人士啊 这辈子都不可能理解 我们的身份 是有多么的尊贵 我们的差距 是有多么的大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你们怎么绕着我 沈青 我父亲很忙 今天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迎接沈青青 她可没功夫 给你在这边浪费时间 所以 你打算礼物这件事情 就由我作主 你想怎么处理啊 赔钱是当然的 除此之外 你还要跪在地上 把这些磁瓶碎渣 给我舔干净 不愧是悠悠 想的办法果然好 我赞同悠悠的意见 我自己解决 如果我不能 那就是不止 撕横扰不了你 等我爸来了 等沈青青来了 你就不只是 舔玻璃碎渣 这么简单吧 不行 你有没有听到悠悠的话 失去点 赶紧跪下来 当着大家的面舔干净 没错 像你出身 这么卑微的人啊 这辈子啊 也没见过 这么贵重的东西 让你舔干净了 是给你个机会触碰 你还要感谢悠悠 是啊 这本来就是送给 沈天津的礼物 让你这么给糟蹋了 悠悠给的处理方法 已经是给你脸了 我看你还是照做 快点啊 不能让大小姐等太久了 不然你我都死定了 快 你还不照做吗 是啊 神情 我看你还是赶紧的吧 你不要再拖延时间了 记住 你还要感谢我 因为我已经饶了你一命了 你确定这是在饶我一命 你确定不是在羞辱 是有如何 你 你 神情 你敢伤害悠悠 你不想活了吗 扔到你的狗眼给我看清楚 是她侮辱我在心 我这么做 已经算是给她脸面了 神情 我是看她死后的面子上 才饶了你一命的 你既然给了我不要脸 你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这女人实在是太猖狂了 悠悠如此尊贵的身份 你竟然说动手就动手 我看你就是趁教训 我找个人来 我一定要了你的命 我就是找人 好啊 那我也找 爸 你说要来接我的这个人 我在最后给她一分钟 让她给我滚下来 要是晚来 她这个总经理 别干了 董事长 限你一分钟之内到宴会厅 一分钟 好好好 马上的 神情 你还说 你最大的仰仗不就是陆总 这儿是义豪集团的地盘 悠悠的父亲 是义豪董事长最看重的人 你又破坏沈千金跟陆总的好事 你知道后果吗 齐总 就不要跟她废话 她这种人啊 就是找死 就算陆总身份高贵 她得罪的是沈家千金的事情 就算是义豪集团的沈董事长知道了 也不会饶过来这个情妇 在你爸滚下来之前 我劝你们最好想清楚该承担的后果 这样的话 我还可以饶你们 沈青 你是说 一分钟之后 我爸会屁颠屁颠地跑下来跟你道歉 没错 沈青 我真的要给你鼓掌喝彩了 事到如今你还在装 你就真的不怕吗 我又没说谎 我为什么要怕 好 等沈小姐来了 我就会把你所做的所有事情 全都告诉她 没错 你不仅摔碎了我的礼物 还做了沈小姐未婚夫的情妇 沈家绝对不会容忍你 你就等着被千刀万剐吧 好啊 那咱们就等着吧 我实在是看不惯这种女人 今日我就替沈千金 教训她 这些是林总的保镖 林总真的来了 好 林总 林总来了 沈青 我爸来了 这次的结果可没有那么简单 就连陆总都护不住你 是吗 那我就拭目以待吧 爸爸 你们在这干什么 我和司徒买的礼物被这个女人给砸了 他还画伤了我的脸 他刚刚还说 让你一分钟之内给滚下来 如果时到就让您别干了 简直就是大年不惨 让我别干了 现在就算陈总在这儿也不敢说这样的话 而你只是一个给别人做情妇的女 居然还敢在这儿炎痴痴痴 可哟 子恒 你们怎么办事呢 知不知道 今天是沈千金的回归宴 是一毫集团最隆重的大事 这么重要的时候 居然让这种人在这儿上蹿下跳 如果沈千金发火 别说是你们 就连我都给这倒霉 林涛 我没想到你也是个有眼无珠的蠢狂 你敢骂我 你这么蠢我骂你怎么了 愣着干什么 把这个疯女人赶紧给我解决了 沈大小姐马上就到了 别让她在这儿碍事 岳父大人 您就交给我吧 沈千金 你真的是我见过最大 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 你女儿处 更蠢 沈千金 你疯了 沈千金 你拿我也就罢了 你居然还敢拿我罢 你居然敢打我 怎么 刚刚那一巴掌打切了 感受不到是吗 要不 我再让你细细品味一下 快到了吗 晴晴的宴会 咱们可不能迟到 马上就快到了 董事长 大小姐许久没见您了 肯定很开心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 居然敢打我两次 我打的就是你 林涛 用你那愚蠢如珠的脑子 好好想清楚为什么会打你 你就好好想想 你们林氏是主动破产 离开一毫集团 还是干脆都去死了 让我离开一毫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也不看看我是谁 就算神董事长来了 他也得承认 一毫在海城 根本离不开我 是吗 你就这么重要 当然 我林涛在一毫 海城分公司这么多年 早就扎根了 与其说 是我离不开一毫 倒不如说 一毫因为有我 才能在海城这么厉害 你想把我林家除掉 简直是痴神疏梦 你有什么资格啊 那我还就告诉你 我真有这个资格 够了神情 你不就是陆总养了情妇 林总都过来了 你还在冒充沈家千金 你还要脸吗 哦 我说你怎么这么猖狂呢 原来 你巴结上陆总 陆总 虽然你地位高 但是你与一毫集团的沈千金 早就有婚约了 如今 你又养着这个情妇 沈董事长 不会放过这件事 还有你 冒充沈千金还敢打我 你真的是找死 林涛 你怎么就这么确定我是冒充的 我也姓沈 难道你就没想过 我就是你们口中的沈千金 行了吧 我们在一起三年 你什么样子我不清楚 你就是一个 跑业务的社会底层 实不相瞒 沈董事长也来了 那可能要让你们失望了 爸爸 你终于来了 你个骗子 你坑蒙拐骗的技术 果然厉害 只不过 从今往后 你不再有机会了 恭迎沈董 董事长 董事长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董事长 实不相瞒 这儿有个荡妇在闹事 我还在解决 耽误了迎接大小姐 是我的失职 董事长 这不能怪我爸爸 都怪那个荡妇太过可耻 对啊 董事长 这个荡妇乃是我的前妻 曾经三番四次冒充沈大小姐 还撕毁了 您给我嫁着五个亿的合同 更有甚者 她今天还打碎了 我送给沈千金的礼物 她就是看不惯沈千金 看中我的能力 随钱来破坏 还有 她是陆总的情妇 要拆散沈大小姐 跟陆总的婚事 这都你 一定不能让她活 嗯 嗯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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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白 您来得也太晚了吧 你真的是沈家大小姐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怎么可能 沈千金就是个骗子 她怎么可能是沈千金呢 沈千金亲自给我的药妻函 她会是沈琴 你什么意思 我连我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认识吗 我 齐四鸿 药妻函是我给你的 你不是说离开我之后 你就会飞黄腾达 占上人生巅峰吗 今日我就让你尝尝 你以为自己战胜人生巅峰 实则跌入地狱的滋味 董事长 董事长 都是我的错 我有眼无助 我没认出 这就是沈小姐 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 爸爸 林涛说了 是我们义豪在海城离不开她 不是她离不开义豪 而且她还说了 就算您亲自来了 也开除不了她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 你林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厉害 我 我那段说的是胡话 你把我害死了 林涛 既然你这么厉害 那我就拿走你在一毫集团的全部 从此之后 我看在海城谁敢用你 白人 把他们两个给我带下去 断双腿 董事长 董事长 我们早就离婚了 而且是你主动跟我离的魂 你忘了 晴晴当年为了你 不惜和家人闹翻 陪你白手起家 你不但不知道感激 还以为自己叛龙抚风 主动抛弃的她 像你这种贝类 浪费了她的青春 谁输该死 沈总 我真的知错了 我要知道晴晴就是沈浅 我 一定不能这样啊 爸爸 我不想听她废话了 晴晴 你忘了吗 我当时救过你 你看到我救过你的份上 你就饶了我这一次 好吗 齐子恒 你我之间的恩情 早就在你当众宣布和我离婚的时候 就已经没有了 你这是想逼死我 难道你不是吗 我若不是沈家千金 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话 我早就千次百次地死在你和林悠悠的手中 如今你所遭受的 不过是你该得到的 爸爸 我要让她生不如死 她毁了我价值五个亿的礼物 我看 不如就将她废掉 流一口气 什么时候还够钱 什么时候再让她彻底死掉 平静 一切按你说的做 沈总 沈总 沈 沈总 沈总 沈 沈青 是我有眼无助 是我对不起你 落到这幅田地 我最有应得 我不奢望你能原谅我 沈水 我还希望你答应我一个请求 请求请求 哪那么多请求 沈青 沈青 这是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给你买的戒指 你说工资紧张 让我去卖了 我一直没舍得 现在 我想物归原处 希望你离开我以后 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你去吧 不管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在你身边 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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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毁了我 你还想幸福 实话告诉你 三天前救你的人 根本就不是我 什么 那天我刚好在医院碰到救护车 把你拉过来抢救而已 让一下 让一下 前面的让麻烦让一下 有钱的美女 大夫 她 情况怎么样 你是病人的朋友 她车祸昏迷需要急救 你那救你的人是谁你都不知道 活该给我们齐家当牛做吧三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个人要是知道的话 一定会后悔救你这个蠢货 哈哈哈 沈青 你别听他胡说 沈青 你先别说话 我不后悔叫你 从来没后悔过 三天前救我的人 是你 沈青 沈青 来人 快来人啊 快点快点 你醒了 你感觉怎么样 幸好医生说没有伤到药 要静养半个月 季爷爷他们守了半夜 我催他们回去了 有消息的话 我再告诉你 对不起 你倒什么钱 三年前 我如果不丢下你 这怎么能怪你呢 要不是当时我傻 被妻子昂骗了 我也不 你别 你怎么了 是不是伤口又疼了 我去叫医生 别走 我有件事情要问你 有什么事我们回去再说 我本来要在宴会听问你的 现在我也不迟 你的伤不是小事 我先去叫医生啊 坐下 我装的 真的 我就想问问你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更想吃你小时候给我买的奶片 说需要吗 真不受 你有什么事 叫医生 你忽然 有什么事 I could stay for